小飞克的时候 你的防守已经找不到点了 是 又一个张震霖 二十二分了 今天张公子起飞了 应该说是又一次起飞了 比赛开始了 各位 特别快 感觉球其实手没有到最高点啊 球已经出去了 好球 张震霖 这个防守的出现这么大一个漏洞 实在不应该 嗯 看今天一上了 在牛角位那么熟悉 张震霖要一三分 好球 主的 我开局现在张震霖的表现是非常强硬啊 赵几伟 哎 时间不多了啊 差一点 张震霖要攻了 被营养到了 哎呦 瘦硬啊 今天这大公子神了 瘦硬啊 神了啊 前面这砍了有多少分了 八分了吧 八分了 十二分 交叉步的时候后脚已经踩到边线了 哎 好球 好球一个虚晃 哎呦 好球 张震霖 这是个长两分 哎呦 天呦 好球 震霖这会儿炸了啊 炸裂了 这个郑吉隆气不过 这个咱们别比打球 咱们比这个大学 抽一下这个两个被孩子的教育所困扰的焦虑中的上海家长 就是我们俩这样的啊 中年男人 哈哈哈哈 好球哎 梅奥 梅奥的三分球投进了 篮球朱镕震的 欧阶梅奥 哎呦 好球 这个算张震霖的吗 啊张震霖 对 你看路同啊 这是他的特点 就是父亲要求他必须退手快 嗯 这一下退防是挺快 但是回来呢 辽宁队上球上的也非常快 篮底又打成一个犯规 再看 张震霖 非常好的运动员 刚才镜头也是适时的给了一下两张罚上的情况 反强 再来一个 漂亮漂亮漂亮 漂亮 这个必须要叫停了 确实是要叫停了 因为你前面一直是维持在三分五分七分 你这一次呢 分差突破八分 而且是一个后场面对对方全场防守时出现的失误 哎 也就是二腰腰的那两端的边线是没有人防的 哎 漂亮 哎呦 这个好球啊 活真细啊 张震霖 那个小费克时候你的防守已经找不到点了 是 哎呦 又一个张震霖 二十二分了 今天张公子起飞了 应该说是又一次起飞了 哎 我杀伤有点像手术刀 是 直接切割进去 这是我真是觉得你看他这突破动作 包括线路选择 嗯 包括最后的这个完成球 真的有点怪伦 原来的那个影子 是的 啊 只不过艾伦现在啊喜欢突完之后转身 对 你看他很惯性的一个动作就是突完后转身 而 对 黄生琪现在是呢 突完之后 终飞 哇 这球啊 这球有阻挡 阻挡 吹了张震霖的阻挡 还可以 还行 还行 这个球呢 张震霖倒还真是站在无冲状区外边啊 这球他是吃了一样是不是有出血啊 我看到 直接给他怼地上了啊 应该是有受伤 哦 没有 还好 正面看没有 那侧面看好像有一点点的这个 哎 看 嘴巴上是不是开了 好像是下巴开了是不是 是不是下巴开了 有血啊 有血啊 是下巴开了吗 我 对 我隐隐约是看到有流血 啊 下巴开了 下巴开了 哎呦